我们今天讲这个正见两个字 正就是最正确的 见也就是见解 一般来讲这个事情都有所谓的真相 真正的一个面貌 也有一种就是外相 你看不到真相的时候 你所接受到的只是一种猛闭的一种外相 对于这个佛教 你的认识假如不清楚的话 你就是只知道佛教的一种外貌 不了解它的真相 不了解真相的话 你就得不到正确的见解 那我们像这个很多人对佛教的见解 你去访问他 问他佛教是什么 他的回答有时候都是很奇怪 佛教是什么 他就会说 哦 我知道 是哪相拜拜的 典相拜拜的就是佛教 所以有很多事情 他们所了解的就 就不是一种正见 对佛教就本身来讲 就不是正见 也有很多人这样子讲 什么是佛教 啊 我知道 做善事 做善事的就是了 这也是讲的是对 但是只对了其中的一项 讲的是没有错啊 但你说佛教是哪相拜拜的 没有错啊 是正 是对的 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外貌 不是正见 所以要了解正见 一个修行人必须要懂得 什么是正见 正确的 完全正确 无误的一个见解 那很多人也是误解 这个佛教 又问这个第三者 什么是佛教 他给他回答 啊 我知道了 吃素的 吃素的就是佛教 那么这个回答对不对呢 对 但只是其中的一个外貌 也不是完全是一种正见 什么是正见 就是正确的见解 好像我们研究一个东西 看到它的真相 就知道了 这个是正见 在佛教里面有很多的宗派 像以前释迦摩尼佛 他传这个小圣 小圣的法 最开始讲的小圣的法 跟最后的结束所讲的 佛陀 释迦摩尼佛讲 苦极灭道 四圣地 这个重要的 他的真相 在苦极灭道 是释迦摩尼佛 小圣的一个正见 那在印度佛教里面 有小圣 演变成为大圣 最后是密圣 大圣是中观 以中观为他的本身的正见 小圣是四地法 大圣是中观 我们要认识清楚 认识这个正见 要认识的清楚 那么到了中国以后 这个佛法传到中国 分成很多很多的宗派 我们晓得这个波叶中 波叶 波叶中 就是从大波叶经 演变成为金刚经 再从金刚经 演变成为心经 一贯讲的 就是佛陀所教的 这个大圣波叶 波叶经 是完全讲两个字 做正见 就是以空性为正见 空性为正见 我们要了解 这个佛陀的这个道理 要讲出来 整个不波叶经 最重点的两个字 最重点的两个字 是正 是这个空性 就是空性 那么佛法也有为世中 那么为世中我们晓得 就万法为世 就是为世中的一个正见 一个正见 罚言中 罚言中有所谓这个 世事无碍 我以前写过这个无碍哲学 无碍 没有什么障碍 无碍 两个字的哲学 这是禅述 罚言中的这个道理 罚言中是讲世事无碍 是讲元龙的 那么由空性里面 在变化出来的 从空性里面 在变化出来的 就是世事无碍 还有净土中 讲的是念佛往生净土 可以讲是心既是净土 心你就是净土 另外还有禅宗 禅宗讲的是念 念头的这个念 所谓正念 就是他本身的一个正见 禅宗也是讲空 讲无 但是空跟无 怎么进去呢 你必须要正念 有你的念 这个念头 这个念 才是进入这个禅 最主要的一个方法 我们也谈到密教 密教最后是怎么回事 应该讲起来密教本身的修行 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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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净土中里面 谈到极乐世界有四个土 最高的土 是长极光土 这个光就出来了 最高的境界 仍然是光的世界 仍然是光的 所以我们研究这个佛学啊 你要懂得什么是正见 真正的一种见解 你要了解 你才有一个方向 才有一个目标 那么你这样子走的话 才不会有所误差 不会像一般人啊 所讲的 佛教是什么 今天就讲到这里 Om Ma Nen Ben Mi Hom